如果你执行 它下方也会显示的话 那公勤的表是应该是 ok 的 但是会有几个问题 延伸性的问题 第一个真的字太小了 字如果太小的话 有几个方法 按右键你可以在这边 按右键这边有个 Preference 一样可以去做那个设定 但它从这个地方 Color and Form 然后呢 Basic 里面有一个那个什么 一个 Test and Form 里面的 Edit 一下 你可以在这边把字稍微放大 也许它预设好像 10 号字 10 号或者是更小 那你可以把它稍微放大一下下 14 号字 那如果还不够的你可以再放大 之前其实按右键 这边可以去选择 可以找到这个选项 不过后来我发现还有一招更快 我在讲义里面要用这个方法 另外还有一招什么呢 你如果要放大 其实你可以按 Ctrl 键 再按下加号 但是加号记得不是按 那个数字键盘的加号 要按一下那个中间的那个加号 Ctrl 加 Ctrl 减 它就可以了 直接放大缩小 这招还蛮管用的 如果你以后要经常要写程式的话 如果字太小你要放大缩小 那么难那么麻烦的话 记得Ctrl 加减不要按那个键盘键那边加减 是按那个中间这个的加减 它就会Ctrl 键按住 加是放大 减是缩小 这样的话就感觉上编辑器还蛮 来就第一个这个功能要稍微记一下 第一个 所以我们就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功能给输出了 第二个特别注意 如果你A跟B 实际上特别注意就是 Python 有一个我觉得还蛮好的 这种设计法 就是说它的变数部分 它可以不需要怎么样 预先宣告 所以你会发现 以前的话你如果用其他语言 你要先宣告 比如说宣告A是哪一种资料形态 那你才可以去使用它 可是Python跟VBA有点类似 VBA也是一样 你不需要宣告 那你什么时候会产生那个变数 就是你第一次使用它的时候 比如说你A等于3 是把3塞到A里面 当这个状况它就 记忆体里面就会多一个A的变数 里面就放3 OK 所以它就记起来了 那第二个是B 一样这个放过来 然后把这个加总之后再放到3里面 那你把它Python出来 结果会是8 那如果说你刚刚的设定 没有错误的话 跑应该没有问题了 只是说这个稍微有点冗长 但是基本上也不会太过复杂 所以我们把那个重点在 就是说我们的设计 设定的环境记得就是第一个 我们先到那个低谍里面安装 这个Python 373的这个 安装记得就装到这边 第二个就是下载那个Eclipse 使并且解压缩 到这里面 然后呢把它打开之后 做什么呢 安装外挂 还记得吧 Install new software 然后给它入境 下一步一下 OK了 再来的话 再做那个什么呢 这个第三个动作就是那个 这个Windows里面 跟它讲你的interpreter在哪里 就是PyDiv里面的那个 interpreter里面的这个 这边一定要有 如果这边没有的话 你建专案的时候就没办法 连建专案都会失败 OK 所以刚刚如果你连建专案 都没有办法成功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检查这里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如果都OK之后的话 后面这个环境就蛮方便 因为未来我们要跟它相处的时间 还蛮长远的啦 所以如果你将来 没有找一个比较合适的编辑器 那当然你写程式就会很痛苦 就是像你要编辑文件的时候 你记事本也可以打字啦 可是最后可能还是觉得 Word好像工程比较强一点点 里面要做一些效果都OK 那道理是一样 它已经整合了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输入一些东西 我们就把那个 这个刚刚的程式写出来 不过 再来最后你可能做一些变化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我希望把这个 因为如果你输出8 感觉好像有点单薄 应该什么 加总 加总冒号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前面 多一个加总冒号 那一般是什么 print的前面 我们可以加一个字串 这个字串就是说 告诉他说 加总结果为 或者什么 反正就是一个字串叙述一下 一般的习惯呢 会是在前面加一个字串 中间怎么样 串接它 OK 那当然你如果用VBA 它不是用串接 它是用end OK 只是说因为语法不一样 你要记得它的差异 大概就这样而已 另外的话你就是这边输入什么 加总 不过特别注意哦 你这边加总 假设我这边加总嘛 冒号好了这样子 那 这边我看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直接把它 直接输出啦 不过你会发现输出 OK 它会马上出现一些错误 什么错误呢 它会跟你讲 特别注意哦 以后你只要看到错误 所以这个好像没有放进来 应该放在这里面 OK再弄一下 那未来 像刚刚直接输出是正确的 不会有红色的字 但是以后如果你程式发现错误 它会提示你 并且告诉你你错在哪里 所以往后 假如你看到错误 红色的字 你也不用害怕 因为那就是你错的地方 那你只要把它修正就好了 所以往后啦 以后你看到红色字 你就是处理它就好了 你不要太紧张 反正我们有问题就解决啦 那你再来你要看得懂 到底错在哪里 它这边有跟你叙述 它这边有一个叙述 它说这个是NONE UTF-8 Core UTF-8是Unicore的 那个Standard-8的那个标准 那Core就内码 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也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用的环境是Windows 那Windows是微软的 微软其实在某些部分是跟其他阵营是不相容的 甚至应该是说故意 我们也不能说故意 就是说你用Unicore 但是我不要用Unicore 就是它的内码它就不用Unicore的标准 所以会产生问题 那记得最后如果说你未来希望在开发城市的时候 你会有中文的话 记得最后还要再设定的地方 我好像在那个哪里有讲到 在那个我们 这边好像我讲义里面没有放 但是云端上我有再加 因为这个部分的话 云端上面的话 我也再加一个就是设定好 这其实都有录 其实你就照着做就OK了 建立专案 然后专案的画面 建立module 然后就把程式打上去 再来就是那个字型的部分 那就刚刚那个画面 不过这个画面我是觉得如果你懒得记 你就记得就是把它写在那个你的笔记上面 写那个用Ctrl键加号Ctrl键减号 这样就可以放大缩脚字了 这可能会相对快一点 那最后的话呢修改编码为UTL8 如果你未来不希望你的编辑里面 会出现乱码的问题的话 我建议干脆你全部都用UTL8好了 那因为呢我们现在用Windows Windows它不合群 预设值是CP 所以你把CP950 改成UTL8 怎么设定呢 一样在Preferness里面 找到那个General OK Workspace 改一下就好了 所以最后再改一下 如果你不希望内码 变成乱码的话 因为你编辑的时候 微软就是用那个CP90 但是你输出是 那个Python是用UTL8 所以变成这边是 那个微软的那个旧的编码方式 你输出变新的 两边一定是没办法沟通 所以怎么办 两边都改一下 也就是我把这边也改成UTL8 输出UTL8就没问题了 那改的方法就是 这边改一下 然后找到General 里面的Workspace 点一下Workspace 那你会发现 它的Default值 这边有个叫Tesl Encoding 有没有 它的Encoding 就编码方式 它就是输出的时候 就帮你用那个MS950 或者它其实名称很多 叫CP950 或者也有叫ANSI 或者叫Big5 一堆名称 那这个指的就是微软的编码方式 把它改成什么 改一个Other OK Other改一下 这边改成什么 UTL8 这样就一劳永逸了 也就是以后 不管你用哪一个 反正你只有软体 一律就用UTL8输出就对了 这样基本上一劳有 Apply and Close 但是你会发现 你把它Apply and Close 你会发现加总冒号不见 变乱 为什么 因为刚刚输入的时候 我们是用MS950 就CP950 那现在它已经转成UTL8 所以它的编码 就Match不到 那怎么办 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你就把它重改一下 加总 冒号好了 这样子 Enter一下 OK好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把它输出 因为我已经这边是UTL8 那 Python这边也是UTL8 那两边就OK了 试一下 应该如果这样执行的话 理论上呢 就 没有问题 不过 你这边多一个什么 啊 这边冒号 他怎么跑到这边来 好 好 执行 这样的话 就 就失败了 OK 那为什么失败 也不用关 所以没有关系 他还是会告诉你 哦 他问 跟你讲说 你的问题出在这里 什么问题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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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 资料 形态 Type 在这边指的是资料 形态 错误 L就是错误 然后他说什么 这个 他意思就是说 这个 关键字吧 是trim 为什么错 其实 当然如果这样的写法 在VBA 里面是不会错 但是在Python一定会错 为什么呢 因为 你这边是数字 数字 数字 就int int 加int 就整数 加整数 还是整数 可是呢 如果你这边自串 串接一个int的话 他会 没办法串接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要串接的话 一定要把两个都变成自串 才可以串在一起 所以最后的话 还要多学一个 怎么啦 把那个 sum 转成什么 转成自串 转成文字就可以了 怎么转 他其实答案已经告诉你了 请你用sum这个东西 把它放到那个sum前面 所以做法上 你可以怎么 在这个sum前面呢 加一个str str str就是转换 为自串的一个形态的一个 一个function 一个函数 那也就是透过sum之后的话 他本来是 一个 8的一个整数 遇到一个sum之后 他就自动帮你把它变成 一个8的自串 那8的自串呢 再跟这个前面加总 才能够串 OK 应该可以看懂的意思 所以未来 以后你们可能会 最容易出错的 大部分就是这些原因 如果这些原因 你可以避开的话 那以后你写程式 应该就越写越顺手了 好 我刚刚跟各位讲 如果你同样东西 在VBA写 VBA一样串接 可是VBA后面 如果串一个整数 他是很聪明 VBA 他会自动帮你把它转成 自串再串 但是Python不会 OK 所以可能就是 语言的特性不一样 所以你可能要慢慢也要习惯 所以有时候写习惯 原来再回来写Python 说原来又忘记了 为什么两边不太一样 所以你大概记一下 大概就知道 所以请各位试着把 刚刚第一个 就是在你输入中文的时候 或者输入一些可能 非英文数字的字元的时候 记得先把你的内建的编码方式 Workspace改成YouTube吧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第二个的话 就是你要再输出这个东西的时候 如果前面是一个字串 请你要用转型的函数 把它转移一下再输出 后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那也就是说把那个刚刚的Python 所以New一个那个module叫Python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